今天到港的EMU3000型的乘機列車 我們在今天開始第一邊進來 我們今年預計可以有7邊84輛能夠進到我們國內 往後分別是15邊 12年的16邊到113年的12邊 我們計劃在春節之前 我們應該會有5邊可以投入營運 過去是用請學士的列車來克服路線上面的問題 但是我們覺得除了車子的購買以外 最重要路的問題也要解決 也就是說包括我們軌道的氣力半徑 軌道的邊坡 軌道的偵測 應該在一併解決 不是只有用車子來克服路線的問題 所以所以新車進來 我們跟我們軌道的這個整建 這個部分會同時來來進行 就行來之後